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的补充标题写的是 基本上呢 其实因为很多人基本上都压住 2023年的美元 应该会贬值 这个很有意思 文章一开始提到 其实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常常听到 就是美元是我们的 问题是你们的 这是1971年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 John Connolly针对欧盟开会的时候 告诉他们的一句话 那事实上当时的总统尼克森 所谓停止了美元跟黄金的兑换 并要求所谓布雷顿森林外汇制度必须要改变 也因为这样的情况诞生了所谓的新的 所谓汇率制度 也从此开始 这个汇率制度不再是由所谓的密室交谈 而是由市场决定 那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美元也贬值了大概10%左右 不过呢 在2022年 我想大家都知道 美元其实造成了很多国家的恐慌 尤其包括日元 包括台币 其实都有贬值的压力 在去年第三季末的时候 那当到第四季我们还好看到 所谓包括DXY从创下的所谓针对主要货币 20年来的新高之后 它开始有回变 所以经过的第四季美元的跌宕起伏之后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2023年 经营学员告诉我们 其实美元的强势起来有致 首先呢 因为美国联准会的持续升息 造成所谓的利差的资金追求逐利 往美国去移动 这就是美元升值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恐惧 因为大家都知道 2022年第三季开始 所谓经济衰退的阴影开始出现 俄乌战争也没松散 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所谓避嫌的资金 也往美国去移动 这就是所谓的美元微效 所以美元微效造成了 去年第三季之前的美元强势 不过呢 为什么基金学员这篇梧桐树专栏 提醒我们2023年 很多人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意外 主要原因是呢 最近有一些统计数据出来 你譬如说美国的BOA 他们去访问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人 发现创纪录 大部分的基金经理人都去压住了 美元在2023年会贬值 那另外Bloomberg呢 针对所谓一般投资人的调查 也发现大部分的人几乎都压住 美元在2023年会走弱 那事实上大家到今天为止可能不知道 每天有高达6.6兆的美元的货币 跟美元是在对坐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知道交易越多 其实涨势越强 所以经济学员在文章最后提醒我们 当全世界都一面倒的压住美元会贬值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到 不要忘记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怎么崩溃的 2023年的美元可能会带给我们意外 意想不到的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投资美元或货币的时候 2023年的警惕性反而应该更强 以上那就今天我想针对美元 跟大家分享经济学员的无童书专栏 希望大家喜欢也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depoisوم下一次 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猕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